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11月29号 我是罗毅 公元1929年的今天是韩国末代皇孙李久的出生日 李久这一号人物是何方神圣 如果有来世我不愿意再重复这种身份和这种生活 李久说道 虽然归为皇室 他从一出生就注定是一个悲剧 看过上去预告 我们这次不是要讲三胖金氏家族 而是历史上真正的王主李氏朝鲜 诶 韩国也有皇室 真的 韩剧原来是真的 诶 不要想太多 不要否定自己的常识 现今大韩民国已经是共和制了 皇室这得翻回几百年前了 很长一段时间 在明清帝制的朝共体系下 朝鲜半岛李氏王朝就是中国的攀属国 君主只称王 配红袍 然而随着东边大日本帝国崛起 也想和大清帝国争夺朝鲜归属 十九世季末 战败日本迎威下 清朝只好同意 放弃半岛了宗主权 于是独立的朝鲜王国 晋升为大韩帝国 你以为日本这么好使帮忙吗 很快日本控制了半岛政局 狐狸尾巴献出 废了反日的高宗 另立从中为韩帝 甚至干脆在1910年之间 并吞了全部 爸爸太上王 各个皇帝 弟弟皇太子 喊把人通通 全部接回日本供养软禁 韩国君主刚到手的皇帝称号 也被降级改封为 昌德公李王 以日本皇室亲王爵位过日子 太王高仲被毒死 被贬为第一代李王的纯重 也在日本病逝 弟弟李盈继承李王这个称位 这位新上任的李王盈 就是我们今天主角李九的父亲 李九也肃应成为士子 著名皇帝的继承人叫太子 亲王继承人叫做士子 虽然李王家族在日本被高度同化 当成人质关押 至少他们还是受到王室的礼贷 李王盈甚至清零战场为日军立下的汉马功劳 十字名归的寒奸啊 1945年二战结束 日本投降 之前并吞的朝鲜半岛光复 李王盈在日本和亲王关系被断绝了 可是半岛在战后就分成了 朝鲜民族主义 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 之前的王族财产宫殿 全归国有没收 你们就是民族的叛徒 还有脸回国 古 政治利益考量下 韩国总统李承晚也是王族的远资 更不可能放李盈李九一家回来 威胁自己的正统性啊 李盈身为前韩国王太子差不多要病死了 才允许回国 韩之类过世下葬成为永远的皇太子 我们的主角王太孙李九是仅存的血脉 可连李九里外不是人 既不被日本待见也不被母国接纳 自留日本的他 连韩语也自知乌说的不溜 还留着一半的日本血统 他父亲李盈就是被逼娶日本公主生下他的 被视为韩奸 日本野种 处处被针对 现前他的哥哥才刚出世 短暂抱回国探亲 也就被弄死了 穷困的生活曾经做过洗碗工 终于过了几十年韩国政府开放了他们回国 在有人帮助下 李九也到了MIT麻省工读建筑学 哇 在贝敬明事务所工作 哇 还娶了美国同事 啊 你就好咯 看似风生水起了 李九却对韩国水土不服 不能适应处处碰壁 生意失败 妻子不能生育也被钟情逼着离婚 很快又被打回了日本 潦倒人生 只拿着一点点的津贴 有时回韩国 在祭典上穿回龙袍 扮演皇帝主持仪式 赚起一些外快 多么的唏嘘啊 太悲惨了吧 听说晚年也交不出房租 死在了动静 没有儿女 皇位只是继承人 也从此断绝了 虽然他还有一些 庞子的唐姐唐哥自尔 乡称这个继承人徐位头衔 拉倒算了吧 可怜的李王一家 我们能做到的 莫安两秒吧 这一期寒风后 下一期轮到英伦风了 我们谈谈另一个被遗忘的王朝 谁 думаю 你要不要 一 2 十 三